哈喽各位小诗子欢迎大家再一次准时光临到诗子老师的语文大课堂 今天将是我们四年级暑期语文课程当中的最后一节课了 那小诗子们已经看到了此刻在诗子老师的身后 这个背景跟上节课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说明这节课也就是我们本节系的最后一节课 仍然会在夜下进行奇幻之旅 而这一次我们所探究的目标还是上节课已经接触了一小部分的唐代诗人 好了那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除了诗子老师之外 我们的课堂上往往都会冒出一个很奇妙的声音 来跟诗子老师一唱一和的 这个人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苹果 小苹果嗨起来 OK最后一节课了对不对 好了那希望这类小诗子也能保证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 还有我们的小苹果一起努力共同完成咱们最后一节课的探险之旅 好不好 OK那首先让我们一起登上诗子时光机吓唬你一下 看你能不能打得出来 上几课我们共同认识了哪个派别的诗人啊 山水田园诗派 非常好 山水田园诗派当中的哪个诗人啊 王维 非常好 王维 那我再多考一道题 如果你答对的话 我会非常感动的 王维自 摩羯 非常好 我再问你一下 王维的称号是 诗 诗 非常好 这些都是有联系的 以佛字为贯穿 所以才会有王维摩羯这些名字出现 对不对 好了 那看起来上一次我们学习的知识 小诗子们掌握的都还不错 那这个基础打的还是比较牢固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的任务 或是谁呀肯定是坐着那个神奇的迷路雪橇 继续向前走 那往前走我们会在路上碰到哪些人呢 这节课我们将会认识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其实我不提他的名字 各位小诗子早就已经心里有数了 山水田园诗人最著名的就是王梦 讲完了王肯定要介绍的就是梦 但是现在千万别喊出他的名字 让世子老师再小折印一下 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考题要考考你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首诗当中就藏着这个诗人了 因为他是他的作者 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朗读一遍 春小 来 春年不觉想 处处闻其鸟 也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非常好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感觉空落落的 以往我们读任何一小诗的时候 在题目下面都会出现哪个朝代的谁是他的作者 那赶快帮我补充上来吧 到底是哪个朝代的谁呀 是唐代的王 王 孟浩然 我要冲出屏幕跟你搏斗 不是王什么是 孟什么 孟浩然 注意 他是唐代诗人 孟浩然 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要认识和研究的那位大诗人 以往可能这位小诗子心里面已经对他有了一定的印象 那我先来问问小苹果小诗子 在你的心目当中 孟浩然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孟浩然感觉很闲适 很闲适 因为他写山雪天然诗的 对不对 还有别的吗 然后从他的诗里边可以看出他很自然 就写诗的时候很自然 非常的自然 有一种好像不用刻意去雕琢什么的感觉 我只要按我的心自自然然的表现出来 很平实的一种美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小苹果 对于之前 没有学习这节课之前 对于孟浩然的一个大体的印象 还有对他的诗歌的风格 也有了一点点的把握 非常的好 那今天这节课也许我会让你对他的印象有一点点的变化 看看我能不能做到 好不好 来我们先来大体认识一下 孟浩然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like this OK 突然好像穿越了英文英语课堂 但是这个英语老师比较差劲 好 那他叫孟浩然 那他叫孟浩然 但是有一种说法说呀 这个孟浩然啊 是他的字 说这个人的真正的名字 我们并不能很确定 不知道他的真名到底叫什么 所以首先从这个名字的一个小的说法上来看 就会发现孟浩然这个人很有个性 对吧 一般人一般的诗人 我们知道他的本名 还知道他的字是什么 但是他只给我们一半的限速 OK 除此之外哪人呢 襄阳人 襄阳人是什么地方的 知道吗 不知道 湖北 湖北 襄阳 是不是现在改成相反了 好像 好像是这样的地方 是湖北 OK 另外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 是盛唐时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歌最被繁荣昌盛的时代 孟浩然也为他添砖加瓦了 好了 这个是他最最最最基本的信息 现在我稍微往上补充一点点 像之前我们了解过的很多诗人 一般除了做诗之外 他还会开启另外一条道路 什么道路啊 试图 非常好 那条路叫做试图 就是做官的一条道路 有的人走得好 有的人走得不好 那孟浩然属于哪种类型的呢 多年隐居 对 中年不是 他就是不走寻常路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吧 多年隐居 到底隐居多少年呢 我们一会儿会详细告诉大家 好不好 另外 他终身不是说的是 他这辈子都没有从事任何的一官半职 对吧 明白了 那你可见 他的这样一种行为 他的这样一种状况 和之前了解的王维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王维整个的官运算是比较哼通的吧 对不对 OK 稍微了解之后 现在我们再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 刚才提过了 他长期隐居 那你看看 这个时间段长不长啊 长 对吧 一般我们以前都说过什么 呃 成名要趁早啊 对不对 一般这个世人他的一个才华 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展露出来 可是我们的这个孟浩然 就算自己非常的有才华 也没有到处去显摆 没有到处去云诗作对 而是默默的生活在自己那一方非常安闲的 非常宁静的小角落里面 一直隐居了四十年之久 那么在隐居的过程当中 他不仅体会到了生活的闲适 他的文字 他的一些写诗的技巧 也是在这个时期里面磨练和锻造出来的 那到底他前四十年的隐居生活 让他的诗歌写的会很好吗 有没有给他带来一些很有益处的帮助呢 我们得往后看 四十年之后啊 这个四十岁的孟浩然终于决定说 我不能再一直隐居下去了 我也有点对吧 有点想要去感谢自己的 我也觉得我应该尽一份一个文人可以尽的力量了 什么呀 就是通过考试尝试走上试图 于是他四十岁的时候来到了长安去接受考试 那么在他考试之前来到长安的时候 首先和当时的一些文人雅士 很多很有名的一些诗人进行了一个会面 那诗人文人聚在一起会干什么呀 喝酒 对 逃不了这个对不对 那喝酒喝高兴了还要 写诗 一定要吟诗作对的这段 那么孟浩然这样一个四十年隐居的老诗人 碰到了当时 当时在这个长安城里面可能就非常著名的一些年轻诗人的时候 那他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碰撞 当他们进行诗歌比赛的时候 谁会更占上风呢 小诗子们心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大胆预测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孟浩然一联成名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他做了一首诗 那么整首诗写的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诗中有那么一句写的是超级棒 实际上当时所有在场的诗人文员都自愧不如的 他们觉得自己写了这么多年的诗 竟然达不到孟浩然的这一联的这样一种感觉 这样的一种季节 所以当时在长安城 孟浩然就因为这么一联诗一战成名 在所有的诗人当中非常的有影响力了 好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四十年隐居生活 不断的在积累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能力和经验 来到长安城之后 又一联成名 如果你是孟浩然 你现在什么感觉 马上去考试了 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肯定是特别自信 无比的自信 对不对 我一定能行 好了 就可能带着这样的一份自信 孟浩然去考试了 但是天有不辙风雨 人有旦夕或福 有的人可能说是很棒 但却不适合考试 他不是考试型人才 于是很遗憾的 他在这次考试当中落地了 啥叫落地呀 就是失败了 没取上公民的一个意思 那当然 在这个考试落地的前前后后 孟浩然的身上 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小插曲 一会儿我们会从其他的角度 其他方面来给小试子们 进行一点补充 好不好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他考试失败了 那想一想 前面 我那么有雄心壮志 我那么有自信 结果考到这的时候 一巴卷子发现自己 竟然是一个不及格的人 这种落差 一会儿天上 一会儿地下的感觉 会让人很痛苦的 对不对 就好像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 我们会感冒 是一个道理 对吧 这个孟浩然此刻非常的受打击 在经历了后来一连圈的小插曲之后 他终于再一次决定 寄情山水 其实变相的也等于是去隐居了 对不对 寄情山水就是说 我不要再在这个做官的道路上 进行任何努力了 这个已经不适合我了 我宁可去游遍山川 这个大山大川 然后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山水 映在我的心前 可能会让我有更好的一些作品问世 对不对 我要这样直至终浪 那确实他也做到了 可能到他人生尽头的时候 他还是过着比较隐居安选的生活 那可见 说他隐居时间长可不止之前40年 还有后面的很长很长时间 OK 那说到这里 小侍子们 说说你此刻对于孟浩然的一个大体的印象 跟刚才的闲适相比 有没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觉得他有点 就是直男而退的那个感觉 觉得你直男而退 总之对他的感觉好像变得又丰富了一点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我以后会让你更丰富 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孟浩然 叫做别人眼中的孟浩然 像刚才施主老师所讲的 都是我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告诉你孟浩然这个人经历过这些这些事 懂于直从孟浩然前上把线索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在别人眼中对于孟浩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呢 就好像刚才小苹果说 我觉得孟浩然很贤适 他的诗风很自然 这就属于别人对他的评价了 对不对 其实施主老师综合看了很多人 对他的一些评价之后 大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朋友的眼中 他是一位难得的隐士 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他的诗写得很好 但是这个诗写得好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他的一个隐居生活 对吧 是隐居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生活环境 让他拥有了这样一种自然的掌控文字的能力 好 我现在举几个 你们也认识的他的朋友的一个评价 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看第一个 谁评价的 杜甫 他的朋友是不是很厉害 一个比一个厉害 继续往后看吧 第一个 无意相扬梦浩然 心诗句句 尽堪传 能读懂什么意思吗 无就是 我的意思 对吧 我认为我想啊 这个孟浩然同学 对吧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心诗句句尽堪传 他所写的诗都是如此的清新 如此的自然 如此的高洁的感觉 对不对 他写的诗每一句 每一句都值得传送到后诗去 那可见杜甫对于孟浩然的诗 是给予了无限的肯定的 每字每句都值得流传下去 对吧 好了 那这个角度 我们简单开个小头 请这位小狮子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还有更大牌的朋友 等着要出场了